你做一个摇摆的动作 我没有能力了 真的 咋了 我的手拍车的那种 对 我们打算要堆个雪人 看看 这雪有多多 老后了 继续 堆雪人了 那小孩 快起来吧 你别 带您触摸真实的加拿大了 大家好 我是雅美 片头大家看到了吧 这场大雪让我们太开心了 因为原本以为冬天在温哥华 就是下雨下雨下雨 没想到 哎呀我们太幸运了 遇到了就是08年之后的最大的这个大湾地区的雪 所以我家米宝是开心的不得了 然后我跟他一起堆雪人 他在雪里边就是孩子们就喜欢躺的雪 雪地上 他说太舒服了 太开心了 今天呢是2022年的1月2号 首先呢我也祝大家新年好 新的一年开始了 我相信很多的新移民过了春节之后 应该也要准备来登陆了 因为这段时间呢 有不少粉丝就私下来问我 说 哎雅美 我想问一下 那个我家孩子 多大多大 他该怎么呢 申请学校呢 我呢也给大家呢 就是总结了一下 因为毕竟来了这么多年 我也经历过 我刚登陆的时候 怎么去改孩子 去申请学校 同时这次呢 我们也是去年完成了跨省的搬家 也提案到就是在跨省的时候 怎么给孩子去转学校 申请就是你新的居住省份的这个学校 所以今天也算是个干货分享吧 记得呢 我们五年半之前来加大的时候呢 那个是春节之后三月底 那我家莱卡呢 就是我家老大 他是当时是在国内的 就是小学一年级的 第二学期上了有一周多 我们来到这边的 所以对于他来说呢 可以说是就是半路 半道出来的 那我们也都知道 加拿大的这个孩子放假呢 是跟国内是不一样的 这边的话呢 就是九月份开学之后呢 他们会在十二月底 就是十二月中旬的时候 在圣诞年龄之前 他们就开始放假 那我呢 应该是一月中旬之后才开始放假 所以根据春节的时间 我的个人建议就是说 如果你家的孩子 也就是五六年级以下的 你们呢 不用是特别的担心 比如说 就是到了这之后呢 我的个人建议就是说 先把这个家安顿好了 就是把这个该办的证件了 然后包括 我相信大多数人可能就是先 找个家庭旅馆 或者暂时租房子 先把家安顿好了之后呢 你们再到就是当地的 我们有一个就是接待新移民的 那个机构叫做Open道 那我在萨省的时候 李甲大的时候就 Open道是在Downtown 那你们就可以在星期到星期五的时间呢 先去Downtown报个道 带着自己的这个有限证件 比如说银领纸 或者是工作签证 或者是还有护照 包括孩子的一些 什么像那个疫苗 疫苗卡之类的 带上这些 到Open道呢 通常呢 就是萨省的 李甲大的Open道呢 它是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就是星期四或者星期五 他们呢会 专门就是教育局 在那边去有一个办公的时间 它会帮你孩子进行一些 语言的测试 看看你的孩子 现在语言是什么程度 然后需不需要呢 就是在这个学校呢 给他报这个 就是ESL 就是提高英文水平的一个 单独的这个补习班 所以呢 我的个人见解就是说 大家不用特别着急 到了这之后 赶紧说 我不能让孩子 耽误上学什么的 不用担心 如果是五六年底下的 其实真正在加拿大的话 就是这个年级段的话 他们其实还是在 就是玩 成长过程中 学业并不是很重 所以你们也不用担心 因为毕竟跟国内不一样 国内可以实际上 其实从小学一年开始 就是功课就很紧嘛 然后工作 学习量就很大 所以就 但是家长就会生怕 说哎呀 我别断了一个月啊 或者一周啊 或者几天呢 是不是孩子跟不上 这边你都不用担心 孩子会很容易的 去融入到新的 这个学习环境 这是我发现的 因为我觉得 我加莱卡的这个适应能力 要比我还要巧 他很快就跟他班里的同学啊 包括这个学习的状态感觉啊 就已经 有就是 不用特别让我担心 他就很好的就说 哎妈妈不用担心 我又找到小新的新的朋友了 然后老师怎么对他好 包括他 那个时候他的英文 不 其实真的是不行 因为我们在国内可能 只给他上了很短的时间 就说适应 其实那时候他爸爸担心说 哎呀 他一点都不会的话 他怎么能适应 后来呢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担心是多余的 那到了这边之后呢 其实孩子 如果说语言不够的话 其实小朋友之间 他有很多的肢体语言 甚至老师呢 他也会就是 就是会有一种方式方法 让孩子明白老师在说什么 而且这边的孩子 我觉得这边的环境 都是非常的包容的 然后非常的友善的 他会理解你 你不是母语 就是你 因为英文不是你的母语 所以你来到一个 这个讲英文的地方的话 他们都会给你时间 慢慢慢慢让你适应 然后我家 我记得我家莱卡当时是 我们是三月底 到的这边 我四月十一号 莱卡才正式的入学 那我记得很清楚就说 他是四月初的时候 进行了一次 就是到这个Open道 然后去测试一下 他的语言情况 数学情况 然后四月十一号呢 他正式入学 然后当时是校长亲自接见我们 然后告诉他他在哪个班 然后带了带我们 看了一下环境 所以我觉得有 就校长亲自带的那种感觉 真是不一样 所以我家老大是这样的 然后因为老二呢 他那时候才一岁 而且一岁的时候 他还没有脱离纸尿库 这边加拿大是 你只有脱离纸尿库了 你才可以上那些 早教中心 比如说我们当时给米宝 报的那个就是盟所 它是个私立学校 他的要求就是说 两岁半就可以接受你 但是他前提就是说 你必须已经脱离纸尿库 你自己已经知道 该怎么去上厕所 这种情况下 你是 他是可以接受你的 所以真的就是跟国内 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 那我们刚才说到 五六年级以下 那如果你家孩子 稍微大一点的话呢 可能你的这个 就是报名的时间节奏 就要快一点 比如说啊 有些学校 可能对于高年级来说 可能你得需要等一下时间 像莱卡第一年级 他可能随时就 查进班里了 但如果说 比如说 像我们现在在的这个 温西 那温西的话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方呢 是可以上最好的这个高中的 排名第一的公里的高中 那可能就会有些问题 比如说 你的这个年级 他可能不能立马就把你安排进来 可能你需要等一下时间 那我知道的是 莱卡的一个同学的姐姐 她上九年级 他们是暑假的时候来的 然后正好赶上暑假的时候呢 就是这个新移民基带中心呢 又不上班 那教育局呢 也不上班 所以就只能是通过这个网上 去填写这个 你所 他们所要的一些资料 你填写好之后 附加好这些文件之后 你去翻邮件给他们 他们可能会通过邮件 就要有人上班了 会邮件回复你 所以因为这个时间差的话 会导致你家的孩子呢 可能会要等一周 两周 都会视同这个班级的这个位置 还有学校会安排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时间节点的 在这呢 我正好也想提醒大家 因为有些伙伴呢 可能前期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们可能会说想 给孩子报名私立学校 当然了 就是说有条件的家庭上私立学校 我是觉得是很好的选择 所以私立学校 可能跟公立学校就是不一样了 公立学校是由教育局来安排的 那私立学校 你就得需要到他们的网站上 去向他们直接申请 那这边的私立学校呢 是K14来接收新的学生 所以大家呢 也可以就是提前做一些攻略 看看你打算是在哪个区域 然后选择什么样的私立学校 然后今早的到他们的网站上 根据他们的一些要求呢 把你的这些资料呢 提交上去 然后也可以保证孩子呢 能够及时的就是获得这种 就是面试 然后获得这样的一个资格 因为我知道在温西这边的 几所好的私立学校的话 去进去是挺难的 尤其一个是时间节点 你要掌握好 像我家米宝 比如说今年她是一年级 那她想去报 就是私立学校也不行 因为他们只对K14嘛 所以如果米宝想要上私立学校 就等于是在二三年级 需要开始准备 去想要去哪些学校 然后要提前准备材料 然后要了解一个学校的一些情况 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这个跟公立学校呢 有一些区别 另外呢 还有一个 有一点啊 想提醒大家 我们都知道 在加拿大呢 你在这边租房子 你也可以上这个区的 好的学校 所以这也就是需要大家呢 可以提前做公立 或者是说呢 你到了这之后 然后再可以就是花一个短短的时间 来去考察和定位 你未来要住在哪里 那比如说你可能公立做得很好 然后呢 你当时租房子 或者选加拿大呢 你就选择了这个区域 那我觉得呢 你就可以直接的 就是跟 让这个 就是房主呢 给你出份一个 你的租房的这个合同 你拿着租房合同 就可以在去 这个OpenDAO的时候呢 提交给他们 他们就知道你是在这个区域 那么呢 你就可以 他们就会给你告知 你可以上哪期学校 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知道我们有些伙伴呢 可能他的这个 就是功课做得不到位 导致他比如说 他没有想到 就是说这个学校的关联 所以他可能 就是临时租了这个房子 而且还租了一年 然后后来才发现 这个学校 就租的 租的这个房子 是不能去他想 就是了解的学校 所以会有一些周折 那再来之前 我觉得就是 通过这种 各种信息资源吧 我觉得还是把你家 想要住在哪里 这个定位 还是需要有一个明确 这样的话 可以缩短你们的时间 也帮助孩子呢 就是尽快的能够 去上他所要 就是你们所需要 他上的这个学校 这我觉得也是一个 重要的一个提醒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 一定要把孩子的 这个疫苗接种的证明呢 提现翻译一下 自己翻译就行 不用去公证 比如说他的那个 疫苗的名字 接种的时间 都给他就写好了 翻译好了 打印出来 带过来就可以 如果是在 本身在加拿大的伙伴呢 就是可以在这个 注射疫苗的地方呢 去申请 说我想给孩子 打印一张 完整的这个 疫苗接种的 这个明细 他们也都会给你提供的 所以到时候呢 教育局需要 需要你提供 这样一份清单的 这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提醒 另外呢 我也想给大家分享 以我所在的这个 几个地方的一个经验呢 那如果你未来 要去萨省 里加拿的话 那我推荐大家去 东区 东区的学校啊 包括整个的这个 生活环境啊 也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你们选择来 大温地区的话 那包括我现在 所住的这个温西 然后还有像西温 这些地方呢 也都是为孩子 学习着想的话 也都是不错的 选择的区域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分享到这里 我希望 我的每一期视频 都能给大家一些帮助 一些启发 让大家呢 少走弯路 还是那句话 我愿意带着大家 触摸真实的加拿大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一定要有这种 白色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我